作词曲 李宗盛 台湾的高甲戏最早是开始在我们彰化的深港乡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南唱北拍 南唱北拍的意思就是用南管的唱腔 然后用北管的铜锣鼓的曲调 来唱出演出我们大家喜欢的舞剧 又称为交甲戏或者高甲戏 60年代它是印邀在我们民间的婚伤喜庆来举行 可以说那些东西是很穿的 那因为时代改变要来挂影的兴起 我们高甲戏传承补益等因素 然后慢慢就视为了 那为了重现我们九甲戏的一个这个风华 所以文化局在100年开始 我们就有办高甲戏的一个年习班 那我们呢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传承 所以在109年开始也跟深港国中 一起合作来开设高甲戏的音乐社团 让我们在地的学职有机会学习到高甲戏的 这个戏曲后场的音乐演奏的一个技巧 原本今天真的要穿戏服来 让大家看一下高甲戏的表演 可是因为老师刚好昨天打疫苗 今天不舒服 我要不得了 来我们蔡凤娇女士要介绍一下 她原本是我们九甲戏班振兴立员的一个团员 那民国39年生于彰化生长相 然后小学毕业之后 她就加入这个小孩班的这个学系 那先后加入了周天顺 以及周水松祖师的一个这个 系班叫做正心立员南管歌剧团 那生心悦南管歌剧团 那蔡凤娇女士 她是以这个淡角的这个淡绝为主 那尤其擅长这个小段 跟我们文务团也很努力 那演出的剧目 每天有这个百花台跟我们的红楼梦 那尤其呢 在七十年代 那时候要出国很不简单 穿了到我去府里面 这次表演就是 我来拍我再鼓勵一下 你们就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一个胜症 那她的王室黄吉原先生 同时也是这个系班后厂的人员 那这个蔡凤娇一直到六十多岁 还没有间断我们这个剧场的剧团的一个演出 她的演戏生涯长达有四十年之久 四十多年 那到现在我们这个九甲戏四文的一个年代 能够收藏到这一波这一批文物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珍贵 那我们也会为了要妥善来整理这些文物 我们呢文化区在今年三月 特别委托了国立台湾这个戏曲学院 来协助我们把这一批的这个文物啊 分类记录 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个评估 那只可惜因为我们展场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会逐一的 再把分不同的类别再来做展览 那这一次特展特别呢 把这些精选保存好的物品展出 也搭配了蔡女士演出的记录照片 希望能够让大家多来了解我们九甲戏号 大家今天来看我妈妈的这个 捐赠的这些戏服 视频而且列庆 首先呢我们要感谢来源 那是让我拿去送给这个 然后文化局局长还有承办人他们很用心 还有那个李老师范老师他们很专业的眼光 帮我妈妈这些四为珍宝的文物这些 都把用心的整理 我们感到非常感谢 他们这样整理 让我们感觉不仅记忆的传统 也让我们的后下一代 对我妈妈的追思很不间断 今天在南美馆音乐栩栩馆这边特别办理的是我们九甲文物的一个记者会 也是一个开幕的活动 那这个渊源呢是因为我们黄春龙先生 他的妈妈在103年过世 那他有留下一批重要的高甲文物 那他妈妈蔡凤娇女士 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新港 在地这个高甲的戏的演员 那本身专攻的是小旦 那他跟他的夫婿长期投入这个高甲戏的一个演出 长达六七十年 那曾经也在我们深港家教授这个小旦 那个演戏的教学 那因为他过世之后这批文物呢 就是皇家他们决定把它捐给文化局 那文化局呢在去年收获这个消息之后呢 有特别带委员到现场去看过 那因为他的文物非常多有三百多件 包含一些头饰啊 饰品还有衣服 那大概都是以小旦的饰品跟衣物为主 那我们把它分类了之后呢 有一百件左右 我们会收入到文化局的南北馆的典藏 那大概两百多件呢 经过皇家的同意 我们将来作为教学推广使用 那今天特别感谢皇家 那因为高甲是发源地 是在人身港区 那其实上因为在民国 大概六七十年曾经风行一时 后来因为受到歌仔系的一个影响 慢慢市伪了 所以在台湾来讲 目前会高甲系的演员是真的非常少 那就是因为很少呢 所以他的文物更为罕见 所以这也是这一批文物 后来老师建议我们部分 把它作为保存最主要的考量跟原因 那这一次呢 我们配合这个蔡光娇女士的一些 演出的照片呢 跟一些保存比较好的物品 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次的展览 那这次展览都一直到 明年111年1月15号 那欢迎对我们高奖舞物有兴趣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呢 可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